封城秀吉似乎是一个热衷于写作和文书工作的人 他留下了大量的公司文件 多亏了这一点 他也留下了许多写给郑氏玲玲的信 可能封城秀吉也是在名气比较大的战国武将中 给妻子写信数量最多的 今天的战国社出系列 就让我们通过这些书信 看看大名夫人们都要为家族做些什么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 别忘了点赞关注哦 北京江的长槟城 是封城秀吉首次成为真正城主的地方 可以说是他作为战国大名的起点 也是体验治理困难的地方 之前信长让他治理旧前景领土江北三郡 封城秀吉文章集记录了天正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秀吉的书信说 为了城下厅的复兴 我免除了城下厅的年贡和各种义务 但是领国的农民们就开始抗议他们还要交年贡 都往城下厅逃 这我不能不管 正在考虑对城下厅正常收取年贡和各种义务 但是玲玲跟我说 可能还是应该停止对城下厅的年贡征收 所以我决定按照他的说法维持了现状 我已经详细阅读了关于城下厅年贡的信件 也就是说 玲玲当时明确的向秀吉提出了 对领国治理政策的意见 但是从后来的趋势来看 可能是秀吉主动咨询她的意见 封城秀吉文章集的整理者在此批注到 这是战国时代武士正旗的工作 同样是封城秀吉文章集中 也有整理九州平定时期秀吉给玲玲写的一封信 其内容大概是 我这边一切都好 我已经嘱咐人们要好好地注意家中安全 你可以放心 4月8日我收到了你的信 然后在9日时 我位于萨摩内川的太平四族信 很高兴知道你一切都好 第一 住址已经一口气平定 我已经来到了距离岛经所在的 路尔岛五到六里的地方 接下来 我打算骑马过去 要砍掉岛经宫的头 但是如果他替光头投降 那也不是不能留他一命 两到三天之内 我会去路尔岛处理战后事务 然后在24到25日回到博多 到时候 我会去那边专门给唐人和南蛮人服务的船屋 在那里驻城并派军队驻守 第二 我打算派军队去朝鲜的高立国制裁他们 在此期间我会在博多停留 第三 对马 一骑的岛屿的武将们 也都无一例外的来攻顺出事 第四 我已经严令岛经带领他的武将一族上落 预计在七月初 我会骑马凯旋回来 你可以放心 就是这样 本质上是封城秀吉详细的给林立汇报 这也印证了我在战国时期的爱情视频中 提到的通行许可文件可以证明 封城政权在运行上 曾经是九州的封城秀吉 大阪的林立和京都的封城秀赤三头体系 再后来 小天人征伐时期则有这样的书信 敌人早早就开始垄成防御了 所以没有什么危险 这点你可以放心 虽然我很想要少主 但是为了将来 以及天下的和平 我不得不压抑个人情感 我最近在接受针灸治疗 努力养生 身体方面也请不用担心 我已经告诉了大家 让大名们把他们的妻子 也叫来小田园城好好看看 我已经只是准备进行长期围攻 所以我想把电电也叫来 拜托你转告查查 做好过来的准备 电机应该也会尽量顺从我吧 但是他要是能没有压力的过来 就更好了 请也告诉他这一点 我这边也会派人过去 虽然我已经上了年纪 但是我打算 今年之内还是去看看你 也去看看补青和少主 这点请放心 你一次次派来的援军 我都有收到非常高兴 我已经在小田园城外两三厅距离的区域 设下了包围网 建立了双重的壕沟和柵栏 不会让任何一个敌人逃出去 小田园城中已经聚集了关东八州的军队 只要通过围攻把小田园城困到无法补给 那么到欧洲的所有地方都将成为无主之地 这就已经是足够让人满意的战果了 这可是全日本三分之一的广阔领土 即使这次战斗要花费一些时间 也是为了将来 也是为了更好的势大 我必须战斗 我会在这次战斗中拼尽全力 要进行长期的围攻 用冰凉和金钱取得胜利 然后赢得伟民 我想我会凯旋归来 我希望你把我的这些想法也转告大家 这篇文书的内容大致如此 主要是向林林传达大体的作战情况和计划 令人惊讶的是 秀吉甚至要求林林安排电机到小田园城来安慰她在军中的寂寞 侧面能看出大名 大名夫人和侧氏之间的关系 还挺有趣 再然后秀吉出兵朝鲜期间 泰格书信中整理了一封这样的信件 就给小孩取名叫Heroi吧 我这边会8月25号出发 然后立刻去你那里见你 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松普战骑手正在快速反应 我很满意 我要向松普战骑手表达谢意 因为他立刻联系了我 我之所以要给孩子取名Heroi 是想要即使地位比他低的人 也应该称呼他为Heroi 而不是在名字的前面添加尊敬的O字 我即将凯旋归来 望安心 这真是一件喜事 这封信看出秀吉当然认为 封城秀赖是自己的儿子 默认林林也把秀赖这个侧氏所生的儿子 当成自己的儿子 其实当时这种事特别常见 不论是正氏还是侧氏所生 只要是南海 就会被当作家族的继承人之一 然后告诉他们自己的母亲不是生母 而是大明的正氏 聪厚守护就是当时的一个词语 是指武家的正氏 在丈夫出征的情况下会接过一切事物 这可以从秀吉的信中看出 然而战国时代的女性在后来的时代小说 电影电视剧中 往往被描绘成了全职主妇的形象 这是江户时代强推辱学的谎言 大明夫人们在领国经营上其实是相当活跃的 现在的电视和电影中 我们偶尔也能看到一部分女性穿着战斗装备 一般会成为一个比较有表现力的镜头 但其实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总之在战国时代由于战斗频繁 正是需要经常与丈夫联系 并且在丈夫不在的时候继续致力 这些都是他们的正常工作 现在的各种文献考古虽然可以指向这个结论 但有趣的是 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保留下来的大明和夫人之间的书信来往 尤其是夫人写给大明的信件 也不知道问题是出在了哪里 以前一些历史学家主张秀吉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因为她给林林写的信很多都像是在给上司做汇报 但从林林一直支持她来看 可能还是维持信赖的工作行为吧 而且从秀吉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 北众所平稳的处理包括军务在内的各种事物 不愧是被称为战国三夫人之一的优秀女性 封城秀吉在清长三年8月18日去世 到官员之战时 北镇所的亲生父母和养母也已经去世 并且由于她没有亲生子嗣 所以变得非常孤独 除了亲戚之外她没有其他人可以保护和依靠 起初并不太追求权力的林林 因为与封城秀吉的爱妾茶茶感情不睦 一直在考虑离开大阪城 然而在封城秀吉的盟友 封城家的继承人秀赖的导师田田立家的劝阻之下 林林最终选择留在大阪城的西之丸 然而到了次年三月 田田立家并没 封城家的武功派大名如嘉藤清政等人 与利辽派的奉行如石田山城等人的矛盾迅速浮现 石田山城在德川家康的裁决下被罢免 被迫在自己的领地左河山城隐居 情势一度平息 进入四月 封城秀吉的神庙封国社完工 四月十八日正前宫仪式举行 大名们开始进行社餐 林林在四月二十五日与亲戚一同参加社餐 此事之后 林林不再有其他期待决定离开大阪城 她在京都新城高台院三本木仔设置了住所 七月开始临时居住于此 九月二十六日正式宣布 从大阪西之丸搬到京都高台院 开始了为封城秀吉祈祷的出家生活 另一方面 德川家康在三月的政变中 将封城家的利辽派首领石田山城 从政权的中心驱逐 家康从福建城多次前往京都 拜访林林积极交涉 其实家康在林林离开大阪城 两天之后的九月二十八日 就以秀赖后见人的身份 进入了大阪城西之丸 实质上掌握了封城政权的实权 在德川家康和林林之间进行的交涉中 具体谈了什么 没有明确的证据留下 但是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 两人进行了决定日本历史走向的对话 这段时间之后 德川家康的行动变得异常迅速 家康可能获得了林林的某种承诺 二人达成了某种妥协或者交易 而且太多人怀疑封城秀赖 是否真是秀吉的亲生子 封城家开始分裂 封城恩故的武将们 纷纷来到封城秀吉的妻子 实际上等同于阳目的林林之下 然后一年后的庆禅五年4月18日 在京都阿弥陀峰的封国神社举行历大祭 参加射餐的德川家康开始行动 目标是清除反对德川派的大名 德川家康指控同为五大佬之一的上山谨慎助成 借此讨伐上山 并向各大名下达出征命令 直接一波说哈另立封城系统之外的旗帜 而这次封城家武功派大名们 竟然基本都支持家康 不如说这些人才是家康军的主力 而且官员之战中 小早川秀丘参与攻击家康方的福建城 遭到北镇所训斥 之后小早川秀丘临阵倒戈 西军的十田三城大败 德川家康成功夺取了政权 因此无论他的本意如何 北镇所在官员之战中支持德川家 应该是真实的 十田三城可能是误判了北镇所的真实意图 或者低估了他的影响力 封城秀吉去世才过去两年 对于秀吉的旧部来说 可能林林的命令就是秀吉的命令 封城秀吉和林林 可以说是在战国时代典型的 夫唱夫髓的模范夫妻 秀吉非常重视林林 他们的关系相当理想 这可能是因为封城秀吉 并非武将出生 这让他有了与 知田姓长和德川家康等 政治联姻的战国武将 完全不同的对婚姻的认知 不过秀吉和林林并没有亲生子女 而秀吉出人意料的出人头地 身边也多了很多其他的女性 这使得林林的正式角色发生了改变 成功总主家知田家中 夺取了政权的封城秀吉 又引起了有知田一族血脉的 茶茶为测试 在家庭层面上 对于秀吉夫妇来说 茶茶更接近于一个战利品 包括前景三姐妹都是 只是他们决定 让茶茶生下了秀吉的孩子 可能是没有指示的秀吉 非常希望茶茶生下孩子 林林同意了她的要求 关于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在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赫松夭折之后 秀吉在出生朝鲜期间 驻守在九州的名户屋 殿吉在这个时候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秀赖 然后发生的事情揭示了这个秘密 以前在《封城秀赖》身负的 各种假说的视频中提到的这个假说 大家都说不可能 但是我也说过很多次 所有的正经假说 都有支撑和反对她的史料 正好在这里 补充借种生秀赖说法的起源 日本史中有记录 在明乎屋驻守期间 官白发现了阴阳师们 从大阪城的女性们那里拿走了十根金条 大怒之下召唤了阴阳师们问话 由于发现了大阪城的女性们 有许多不正当的行为 因此官白下令处死了众多男女 并且警告道 僧女们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 与女性们无耻淫乱 我要派遣这些僧女去朝鲜战场 石庆吉也记录 出征武将们留在大阪城的女眷们 花钱找畅文师师通 畅文师们因此赚了不少钱而被赐罪 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 就是文录二年10月19日的 申文师范竹令 各种书信显示 当时大阪城内风声鹤唳 北镇所下令说 大阪城内风气太差 需要大规模整顿 设立了严厉的处罚 受千年处决了很多人 这件事发生的时间非常敏感 正好是茶茶生下风传修赖的时候 大日本文书中的钱田玄乙文书 也记录了当时发给毛利家的命令原文 是说向各国领祖传达泰格大人的命令 请将全日本的阴阳师都集中到京都 请确保领内没有一个家庭被留下 特使将很快到来 他们最后将被命令住在封后国 此事重大切勿掉以轻心 敬善 后面有十田三城 田野长吉的花鸭 和羽才吉川不了团的签字 结合起来看 当时大阪城戒严应该确有其事 这些事便是封城秀吉和林林 命令茶茶借总生秀赖假说的起源 更重要的是 茶茶的前一个儿子贺松 现在一般认为就是借总生的 当然借总生秀赖只是相当小众的说法 真正势力大的假说 还是大野智常说和亲生说 证据店的质量不可同日而语 详细可以回看以前的视频 总之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像是让测试借总给大明生下继承人 以及后续的善后工作这些脏事 有时也是大明夫人的职责范围 封城秀赖出生后 茶茶在封城家中的地位开始提升 这点可以从秀吉给茶茶的信件数量的增加中看出来 秀吉不再通过林林给茶茶传话 而是直接给茶茶写信 但是内容上都是生活琐事和嘘寒问暖这些 家业相关的联系还是继续和林林商量 由于少祖的母亲是晋江前景师的公主 因此石田三成等出生于晋江的官僚 就开始聚集在奠基的周围 另一方面出生伪装的武功派大明们 则多是北镇所林林的养子 自然就形成了两个争夺秀吉时候主导权的派系 这成为了被德川家康利用的原因 当然结果我们是知道的 家康等到家藤清政等武功派的大明们 问题也解决了之后 才突然发动的方广式中明事件 家康和林林约定的保留封城遗族 保留封国神社保留年号等 大阪之政后家康是一个都没有遵守 林林是封城秀吉的昭康之妻 一直陪伴她直到最后 在庆长三年秀吉去世之后 她不仅尽全力的保护秀吉一波 还尝试保护秀吉和她的眷属们 是战国时期有人女性的代表之一 作为大明夫人的代表 林林被认为是深度参与到了丈夫的政治活动 对秀吉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建议并协助实施 关于他们两人的相遇 对于出生于和原者的封城秀吉 林林是枝田姓藏的步兵头领前眼幽幽未门的杨宇 是武士的女儿 一般认为是林林去她的母亲昭日 在青州的连雀商人家中玩耍的时候 一直对林林有意的秀吉强行提议了婚事 关于这次婚事 昭日因为秀吉出生卑微而坚决反对 并且之后无论秀吉变得多么的出人头地 她一生都鄙视秀吉 撇开他们的相遇不谈 之后的秀吉还是尊重林林 在政策面上很多的听取她作为五门之妻的意见 经常热情的表演对林林的感情 这一点和姓长或者家康确实不一样 出生不够好的大成就者好像都会这样 比如拿破仑也是对吧 秀吉和林林没有亲生子 但是他们收养了很多亲戚家的孩子 也形成了大家族 但是茶茶生下年幼继承人 却成了秀吉和林林的封城家体系的转折点 封城秀吉去世之后 林林以一种女性宰相的身份 继续支撑着摇摆不定的封城家 但是没有出现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 能取代她的战俘封城秀吉 包括她自己和茶茶 而贾易接近她的德川家康 巧妙地夺取了政权 如果林林和电机能够合作 德川家康的江户时代可能不会来临 如果那样 现在的日本首都可能不是东京而是大阪 标准日本语可能也是关系方言的 总之这些就是日本战国时期 大名夫人在战俘各个阶段的任务 就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